这边就那层皮就跟那种 冰糖葫芦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啥说了 爆枝 哦 就去 丝丝 丝丝丝 我觉得这个好像更有画面感 对对对 今天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关键还有一样是 据说有千年历史的美 都干一碗了 一碗不够 就弄一碗 咋了 它给的量特别少 量不少 我饿了 饿了 汤特别厚 然后菜量也不少 肉量也不少 豆腐菜里都有啥 豆腐汁 粉条 还有鞋 羊肉 我一般吃羊肉了 羊杂了也可以 羊杂的话 比这羊肉可能会再多一点 你刚才那个动作真的是好联贯 羊油辣椒 比较出味 我今天在这吃 是吧 豆腐菜跟其他豆腐菜吃不一样 全是我和豆腐菜同群 夸着咱们主意吃豆腐菜 它是为您来的 还是为豆腐菜 夹馅豆腐菜 作为一个地方传统的特色美食 可是俘获了不少吃货们的心 我觉得它那个鸽子特别好吃 快乐鸡 如果把那个味儿濡进捞到肉 然后炸了一点 咋说了爆汁 呜 刺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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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好像更有画面感 对对对对 尤其是这个麻辣兔 你拿着好玩 不是 它不是夹馅的吗 夹馅 夹馅 夹馅也是这么个人 别光说你尝尝尝尝 语言太苍白 语言太苍白 这是腿吧 嗯 这个麻辣劲我给你讲 脖子 后味有一点辣 你早说呀 但是它这个肉吃起来挺嫩的 对对 也有嚼劲 对还挺入味 对 鸽子皮特别酥 外边就那层皮就跟那种 冰糖葫芦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一咬都脱了 对对对 尝尝 没没没有 我不是那意思你知道吧 很脆 很酥 就是你嘴巴一碰到它就直接酥到 酥完之后在你嘴巴一化掉 对 肉质还很稀嫩 碌碌里也扣 对 放了点这个小蘸料 嗯 这个特别适合啥 你弄碗菜不 嗯 哈哈哈 记得真好 特别适合啥弄碗菜 不是菜不菜 咱也不吃 啊 你来吃个豆腐菜 你一个小小太吃了 你这还会堆 不是地上跑的 嗯 天上飞的 是吧 这个可能就是天上火冷了 哈哈哈哈 咱做这豆腐菜有多长时间了 有几十年了 家传的 单锅单做 我们这个洋液辣椒是一个灵 这个辣椒是香 不辣 放油 十几种大粒 它是用这个 是样吗 我们熬制羊肉汤 熬制四到五个小时 一定要汤的凹白 凹白 粉条用的是鱼线的 宇州的红薯粉条 豆腐也是许昌的老豆腐 但自己炸着 虽然总我觉得整个歪地鲜头一点 哈哈哈哈 我们煎那个麻辣风干酥 羊肉啊 鸽子 都是我们自己拢的 他们吃过了 然后吃的好吃 所以往下尝 嗯 这个皮真的是有够酥的 酥脆酥脆的 这个肉吃到里头是特别嫩的 那个爆汁的感觉确实是有的 其实我嚼到骨头了 它都没有行味 其实说句实话我觉得它这个分两头啊 嗯 给的确确实实没问题 满满一大碗 而且它这个吃起来 本条确实是筋道爽滑 软软糯糯的那个感觉 但是它筋度啊还是比较好的 汤味啊感觉还是比较纯的 虽然说是放了辣椒 看起来红红的一碗 但是呢 动作的还是香 没什么辣味 豆腐丝啊 确确实实实是它炸完之后 也没有什么那种炸过之后的那种油腥味啊 就是一个豆腐的原香味 羊肉细嫩 然后有一点点嚼劲的 完全没有伤味 这个叫麻辣风干兔是吧 对麻辣风干兔 尝尝有多麻多辣 我觉得对我来讲不算特别辣 同时它也是味入的特别足的 麻是有的 就像导演说的 穿越了千年历史的地方特色的豆菜 而且呢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也都有 够硬 所以如果说您耗这几口的话 直接来这儿 没问题 贝哥 别忘了配你的饼 哎呦 您的专属 别给忘了 扎齿 逗我坦谁啊 哈哈哈哈 嗚